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介绍 两个小朋友可以学电学的地方 这两个地方是用模拟的方式 来学电学 首先第一个网站我们先来介绍PHET 这个PHET 他是网路上的平台 然后这里有很多好用的 教学内容 那包括一些物理学 生物学 化学 地球科学 数学等等 那它里面的内容的区分 可以依照年级或者是依照科目 或者是依照装置 来做区分 然后也大部分都有中文的翻译 那这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一个专案 然后台湾的PHET社群有在赞助翻译的部分 赞助翻译的部分 这个东西这个平台最早是由Easygo的团队 介绍给台湾的老师 已经有很多年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大概怎么用 早期它是只有Java的版本 然后来因为HTML5的关系 所以它现在两种版本都有 所以不管你是电脑或是手机平板都可以做互动的教学 好 那我们直接简单的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就用一个范例 假设我们用年级来找教学的主题 然后国小 然后这个我们国小自然科 其实会有像那个电路的 电路的一些教学 那我们就直接 选到之后直接点进来 那这边有几个小图案 各位看一下 这一个就是以前Java的版本 所以如果你的电脑要使用这个东西 你就要去下载Java 那这个是HTML5的版本 所以现在一般所有的行动装置 电脑都可以使用 那我们就直接进来看一个简单的范例 那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模拟教学的一个环境 所以老师在教学的时候是完全不用准备任何硬体材料 完全不用准备任何硬体材料 好 它进来之后呢 你可以直接进到它的实验室 那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用很简单的把套件 直接拉到你的工作区 那比如说我们在交直流电的时候 交那个电路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把电池灯泡拿出来 然后把电线直接把它连上去 那当然正负级 如果有正负级分别的话 你就要把正负级给接对 好 好 就像这样子 把它接上去 那接上去之后 它基本上就会开始运作 那 运作的内容很有趣 就是如果你的 你的任何条件改变 它的 比如说这个灯泡的 发光的情况也会跟着改变 比如说我现在是一颗电池 那我如果把它断开 把它剪开 我再加几颗电池 我多加几颗 小朋友很爱玩 那电池电压不一样的话呢 当然它的那个 整个 你看这个亮度就整个不一样 好 所以在这边是直接可以用模拟的方式 直接去感受到 你的装置不同 你的电路不同 它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好 然后包括那个串联病联 这边都可以直接感受到 好 那所以这是用模拟的方式来处理 我们平常的一些实验 或者不容易教学 那小朋友 当然就是动手操作 好 动手操作的东西 他会比较容易理解 好 那当然这也很有趣 如果你把它加 加到二十个一百个 甚至灯泡会 整个电路会烧起来 他都有十分逼真的模拟 非常的有趣 小朋友会非常喜欢这一个平台 来学电路的部分 好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跟各位介绍的是 TinkerCAD 那TinkerCAD 他是一个 本来是一个学3D绘图的网站 那后来因为学习的需求 他把那个电路模拟也把它放进来 那但是TinkerCAD需要登录 那所以各位老师就先登录一下 然后他3D绘图的部分呢 他是可以 老师有帐号的话 可以直接指定学习的课程给学生 那学生是不用申请帐号的 那电路应该也是可以 各位可以再试一下 好那你可以在这个画面 你的工作区里面 左边这个是3D绘图 这里是电路模拟的部分 然后这里是 学写程式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从电路这边进来 进来之后 在你的工作区里面可以有很多专案 那你新的专案你就建立新电路 然后他是可以切换中英文 或者其他语言的 好那你进来之后 左边是你的工作区 右边是零件区 所以这边有各类 基本元件这边就是一些常用的电子元件 然后他另外还有一些像Aduino等等 这些比较高深的电路的内 电子电路的内容 好那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 好假设我要点亮一颗LED 那我就做个简单的回路 我拿一颗LED出来 然后你去找电池 那这边有各种的电池 有1.5伏特的电池 那如果你要改变成两个或三个 这边可以直接做修改 这两个电池的电池 那基本上LED2伏特以上就会亮 那所以呢你的电池不用装到很多 好那你就接着把线接起来 好那线接起来的时候 LED有正负极 所以你当然要接对 接错他是不会亮 好那接好之后还没有开始模拟 你要开始模拟要按这一个 开始模拟 但是你看 如果你超过电压或电流的负荷 他一样LED会爆 所以我们可以停止模拟 我们加一个电阻 所以我们把这条线先删掉 选到线直接按Delete 然后加一颗电阻 因为这个LED呢 它是没有 基本上它是没有这个电阻很小 所以你如果不加电阻的话 没有限制流量 它的容易因为电流太大 然后就把 就把那个 就把LED给烧掉 好那这边呢 你选到你的电阻 这边一样可以调整那个电阻的大小 那我们一般呢 接LED的电阻大概是200欧姆左右 那所以你再去模拟的时候 它就可以正常的发亮 正常的使用 然后呢 你也可以从这边看到 如果你的电阻比较大 比如说你是用 KΩ 你是用200 用10KΩ 你看它的亮度就会降低 亮度就会降低 所以它这个也是会有蛮真实的情况 1KΩ就变比较亮 那如果你只用10Ω 就会比较亮一些 这是10KΩ 如果你用10Ω你看 除了很亮之外出现一个金汤 那你的滑鼠移过去 它会跟你说 你超过它的电流量 所以你的LED可能很快就会烧掉 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 蛮趋近真实状况的一个说明 好 好 那而且这边还有可怕的是它还有Arduino 所以你有一些简单的Arduino教学 可以在这边做处理 做模拟做处理 而且它还有程式嘛 你还可以写Arduino的程式 好 以上这两个呢 一个是TinkerCAD的电路模拟 一个是PHET的电路模拟 这两个在教自然课的老师 或者是教Arduino 教那个资讯课科技课的老师 这两个网站应该会给你很大的帮助 好 好 好